我们台北市垃圾分类的制度还跳上了国际舞台 在2007年的12月 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叫做朱莉亚·罗斯小姐 她到台北来想学中文 在四大国际中心 那她来之前很担心 最怕是交通问题 就到了之后发现交通很方便 她做穆扎县的捷运 一路就可以到了学校 然后她发现比较麻烦的是垃圾处理 我当里面说她自认自己是个环保人士 不过不是一个那么积极的环保人士 她说自己是一个有心 但是不见得那么积极 就没想到她的房东太太 整天逼着她做垃圾分类 教她怎么买垃圾袋 然后她做好分类 把垃圾拿去倒 她的房东太太还会检查 看她有没有符合规定 但她觉得她学到很多 所以她在华春人邮报的周刊上面写文章 盛战台北市垃圾分类这个制度 她觉得她第一次认为自己是一个 可以说是实践的环保人士 参加这一场垃圾分类的盛会 也觉得她跟整个社区融合在一起 她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为了要丢垃圾 就会集中在那个垃圾那个收取点 本来比较不碰面的 左邻右舍都在那时候可以碰面 时间也不很长 大家了解这句正好 所以她想到说这个制度实在有很多的好处 不过我不晓得她回国之后 有没有到她在美国族的社区去推广 其实垃圾带的政策也包含了资源回收的配套措施 尤其在我们的里 那垃圾是很 倒垃圾就像是那个邻履聚会 我们常常跟邻居讲说 尤其是外劳的福利 他们一去倒垃圾就聚集在一起 在讲家乡的事情这样 现在资源回收也成为我们社区的共同事务 就像我们东农里的话 每周的一二四五六清洁队都会来回收我们的资源 那每周三的话就是持继工德会 会在我们固定的一个地方去做一个资源回收 让大家能够去做工的 那周四的话在我办公室的对面 公园边也是会有一个回收的业子 他会用那个生活的用品 那酱油啊米啊或者是卫生纸 看你的那个纸类的回收有几公斤 你就换多少的那种 像有点像乙物义物这样 乙物乙物它不用现款 不用现款 就是卫生纸 像我们家的卫生纸 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买了 就是办公室的回收和家里的回收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给清洁队 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是做工德 不管是换小东西 都可以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就不会直接乱丢这样 那环保局呢也会依那个铝的你的回收的量 然后去提供一些回馈金 那像我们今年的回馈金 我就把它拿来做环保块 就是每一户都有一双环保块 那像去年的话就是H1N1的时候 我们是做那个口罩 就是一户有十包 有十个那个口罩就一包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政策非常好 也让鼓励大家将环保落实在生活上 其实不是只有外国朋友在台北住了以后 他也投书 这个政策对台北市这个城市行销很重要 我在2004年的时候到西班牙巴萨罗那 去参观他们的这个2004的世界论坛 就发现那边展出的一些城市 做垃圾减量真的跟我们差很远很远 一看就比下去了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是感到很骄傲 我是一个台北市民 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是不是如主们也可以谈谈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台北市在哪些方面 曾经把垃圾肥水带征收 作为城市行销的项目 这个台北市成功推动垃圾肥水带征收 那么事实上现在也成为很多国外来的这个参访者 他们指定要这个来取经的这个项目 那么台北市那么除了曾经在2001年 获得区域环境科学组织 它曾经颁发一个亚洲废区管理杰出奖 而且我们在2010年那么上海市博会也获选 那么作为最佳城市实践区的这个案例 那么在最佳城市实践区当中台北馆的人气很高 那么常常需要排队那么才能够进去里面看 那么台北市落实无限宽品跟资源回收这个成效 事实上也被做大家关注跟肯定 那么很多参观民众参观之后都觉得说 好想去台北看一看 怎么会有那么这个漂亮还有环保的城市 大陆中央电视台甚至花会有三个工作天 来到台北市那么拍摄这个垃圾分裂跟资源回收纪录片 就是想要深度去探讨说台北市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事情 显然这个垃圾卫水带征收的成功 已经成为台北市一个傲然的成绩了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市民他的支持跟配合 这个是无价之保 你想想看要人家做这么麻烦 而且有的时候是老阿嬷阿公就在那边做 我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它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一方面减少了垃圾费 减少了垃圾 同时增加了回收 这回收的资源都是可以卖钱的 都是可以卖钱 其实上都是黄金 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场很重要的革命 是一场没有声音的革命 靠着两百六十多万市民默默地把它做出来 事实上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做那几个月 特别去统计 就是说在山区在空地或者工地有乱丢的 大概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量 现在恐怕还是维持这样一个是吧 对 现在其实在整个乱丢垃圾包的话 一天大概只有几千包三千多包 所以并不是说真的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我最感激的就是台北市民 对于正确的事情折散固执 而且很多人因为这样而变成对环保非常的投入 在这里我还要谢谢一下郝市长 因为我是从2000年开始推动这个政策 我离开的时候是2006年做了六年 那么最近这四年是他在继续做 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 我们垃圾减量大概是将近六成 他现在做到六成五 换句话说比我们那时候做的还要多 同样的资源回收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做到像现在这样成长18倍 所以我觉得这场仗打下来 还是要靠一棒接一棒 尤其是今年能够做到垃圾零掩埋 完全没有掩埋 请各位不要误会 不是零垃圾 零垃圾是做不到的 但是可以做到不需要拿去掩埋 换句话说都回收了 资源全回收 其实这是一个废弃物处理了一个很好的政策 所以特别谢谢郝市长 能够接着把这一棒传下去 在这里要请竹米亚特别回去 碰到清洁队员 带我表达一下这个敬意 因为现在还是280条线是不是 现在是189条线 减少了 对 那也请里长帮我问候一下 你们市民这么努力地做 才会使得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可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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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